这些老板之间 真的是公司有什么全部拿出来讲 没有秘密 后来我一想是 不同价位并没什么竞争 那别的行业基本是没可能的 是吧 他们之间就是好像是毫无保留的交流 每年两次 就是 就停了三年 今年又重新开始 我们就成了好兄弟 区委做的特别好 刚才我在商量要跟他学习 我说我们一起开一个人均40的火锅店 做最低端 我认为消费水平费退到06年 退到06年就是40块钱 就是你一定要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就要做到 才有震撼力 才有力量 我觉得现在的消费水平费 一个月一个月不一样 解封钱我们还认为会是民生驱动 就是市场经济驱动型的经济 今天已经彻底的变成了 战备驱动型 一切是为 做准备 那如果是战备驱动型的话 第一个城市化的进程结束了 甚至还要倒退 因为中国城市化 城镇化已经70%了 南方的经济会一步步的萎缩 北方 重工业飞起来 你去西安去看 全中国现在可能最红火最好的是西安 重工各方面都在往北方倾斜 那么我们南方尤其广东主要是民生的 民生驱动 你是轻工业 包括你很多东西都要转军工 就包括 是吧 已经去年就开始 有些车间已经开始转军工 所以我们明显感觉这个消费 消费的内需是拉不动的 我们过去你想 你在顺德的感受很清晰 东广 你过去讲东广一堵车 世界的供应链就断了 全世界都堵塞 今天你到东广顺德有什么卡车 没啥卡车了 然后老外欧美已经习惯了 慢慢没有你的供应链 没毛病 那么我们的工厂是叫世界工厂 我们是为全世界准备的 就像我们这个餐厅 是为深圳准备的 结果最后没有外需了 并成我们的员工来吃饭 那你不找死啊 我们现在世界工厂 一旦是为内需 就像我们开个餐厅 只是为员工吃饭 所以整个经济会 我认为会下行到十年前 但是十年前 我们的心气是向上的 但现在的心气是向下的 下滑的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现在做餐饮的水平 刚才我跟屈伟讲 我们要不现在深圳 我两行试验开个人均四十的火锅电信 试一下水 我还明显的前面有一个 的工地 在望向城的这个对面 村省的对面 春节前五点半 三轮车骑过来卖盒饭 没有低于十块的盒饭 一般都十二块十五块的盒饭 下午五点半 到五一前后 五一后 五一后就有了八块钱的盒饭 上个礼拜已经在卖五块钱的盒饭了 那个建筑工人把螺丝的那些建筑工人 去年这个时候实行是二十二块钱 二十二块 五一的时候十六块 现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不收了 不要了 太多了 只收三十五岁以下的 每个小时的工资是十四块 一天工作十小时 一个月工作三十天 四千块钱收入 现在是什么天气啊 干十个小时一个月四千块钱收入 所以五块钱的盒饭就出来了 五块钱的盒饭 五块钱盒饭回到什么时候的消费水赚 就是零六年前 那么北京过去这一年 有一家超市叫便衣丰 迅速的这一年在北京铺了三百六十家分店 他卖的盒饭四块钱一份生意最好 其他的都不行 只有他们家OK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 我三个月份 我们伊特一家在大理双南开会 我当时讲经济不好肯定下行 那个时候正是餐饮最好春节后恢复嘛 最好的时候 我说不好没人信的 跟他吃饭 我就跟他讲我这个官邸 他说我们生意好的很 要开分店要扩张 我说你真的要等一等 我一说脸色不好看 算了不说了 免得说的人家不开心 现在就明显感觉不景气 不景气就是 我们这个时候如何应对 如何来面对当下这个环境 成了当下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课题 2019年中国整个的法牌房全年7000套 去年过了200万套 每一套法牌房背后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更可能要辞退6万人 已经辞退了6万人30% 可以辞退韩州的未来科技城市标杆 去年这个时候房价是8万一瓶 现在掉到3万一瓶 所有的餐馆都光门跟鬼城一样 6月 6月初 一次性裁员16000人 这个月开始 开始裁人 要裁30%预期 就会开始连锁的财 这才以财50万零星 到100万零星为主 就这一批人 这些人想过这一辈子 收入不可能低的了 我的买的房买的车 我有房贷车贷 突然没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 那些房子都要成为法牌房 所以我想我跟这个曲伟兄 他是我认知的 在中国做餐饮成本控制的 这个No.1 他对成本的理解是 我认识的人里面他最擅长 所以我说你早点来 我要跟你聊几句 如果做不到 真的下一步我们难以生成 企业就是活下来 比什么都强